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夏天了 我给咱做一个好吃的饺子 你看的没错 就是想猜 你可能没有吃过香菜的饺子 但是香菜我告诉你 营养非常的丰富 它的这个VC的含量 比我们吃的西红柿黄瓜都要高 特别是夏天 为什么要吃香菜呢 因为它本身又是一道除兴山的菜 我们到夏天经常容易吃的不舒服 那它呢本身是很温的 同时呢它又能够帮助你消化 促进这个肠胃的蠕动 所以呢吃个香菜饺子 在夏天非常魅的一件事情 我唯一要说的就是 这个量不宜多 啥叫不宜多 你到超市都是一小板一小板买的 你就买那么一小板就够了 为了切方便 为了搬线方便 咱要用水把它先焯一下 水点我开好 开了以后全部放进去 这个不需要开锅 就这样翻一下就行了 看没 香菜从锅里捞出来以后呢 把水一挤 这个你要切得细一点 切成这样的 像沫沫一样 看没 为了咱这个香菜馅呢更好吃 我给它配了一个配菜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藕 咱擅心人叫莲彩 这个莲彩呢 先把它细一下 洗干净吧 皮刮了 完了以后呢 为了让它口感好呢 不那么硬呢 我先把它擦成片 完了以后拿水 焯一下 再剁馅 大家记住哈 这个莲彩是配菜 不要太多哈 不要弄多长一截子 开水把它焯一下 过一下哈 睡一开 扔进去 栽一开就行了 莲彩是百搭的 不但能做菜 炖汤 做酵子 也是极其的好吃 可以咱现在开始搬一下哈 这个是猪肉 这是咱的莲彩 这是想猜 放一点姜末 完了以后呢 我放一个炒鸡蛋哈 这个鸡蛋 大家看过我以前做饺子视频的 包子 我通常会是放一个鸡蛋 很多人 放各种什么 卤汁啊 什么的 为了饺子香 那是炒一个鸡蛋 这个鸡蛋炒的时候 非常重要哈 你炒的时候 我有一个视频 你看我以前做饺子的视频哈 这个鸡蛋 要炒的碎 叫势筋叫火 第二个 鸡蛋本身有一个腥味哈 要挤一点柠檬 柠檬是去那个鸡蛋的除味的 放一勺13香 你没有13香 五香粪 放 小半勺花椒粉 盐 这个完全是根据你的口味哈 咸淡 完了以后生抽 基本的调料就是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讲过了哈 这个馅 长咸淡 咋长呢哈 你就拿出来 和好以后拿出来这一小兜兜 放到微波炉里面 十一二秒 转一下 你就可以尝咸淡 这个呢是一个最简洁的方法 你看这个肉哈 已经不是一粒一粒的了 它必须是这种肉丝丝 这个馅就活好了哈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这个饺的功夫特别的重要 最后加一点点香油 我呢是属于拒绝吃这个现成的饺子皮的人 所以呢我必须要手感 以前做过视频呢哈 我就不再做了 但是呢我会在视频上把这个笔配哈 给你做一个参考 酵子面和所有的面都一样哈 一定要醒 酵子皮你一定要旁边薄中间厚 哈 你看 所以干的时候呢 你看这边也不停的喇着哈 中间呢你蒸出来 感觉一个小疙瘩 像小山一样在这哈 这就好了 其实我本来不想给你们讲怎么包饺子哈 大部分人都会包 但是还是稍微弄一下incase哈 我跟你讲最好的东西 用一个扁的勺或这 这个东西 那在心安眉的 眉的恨 一掏 和这个干面状是一掏 就是 能酵子的 这个极其好用 因为它是扁的 你知道可以压 你能筷子不好扯 这个 第二个呢 我是宠上薄皮大馅 所以的话就是那是金凉王劲方馅 这个饺子你捏成啥样子 每个人不同哈 100个人有100个包法 但是 原理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这个边哈 一定要捏紧 大家看一下哈 酵子猪后来 看一下这馅哈 看 这个馅你感觉它干哈 其实它一袋都不干 为啥呢 因为中间的莲藕在中间 好 它本身有一个像 淀粉的感觉弄在一起 我跟你说 这个饺子哈 响得很 微啥想 香菜的新香 又有莲菜那种软面 但是有Q弹 再加上肉 肉的响就不用形容了 所以非常的好 这是我特别推荐一道夏天吃的饺子 微啥你夏天人常为容易不舒服的 吃个这个 比啥就彩饺子 比啥别的那种很拉心拉肺的饺子 这个非常的温润 吃了以后非常的舒服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没有吃过的人 撕毁哈 你肯定喜欢